大家好,我是水皮,欢迎来到ESG会客厅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民生银行成了谁的提款机 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卢志强被告了 那么告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民生银行 民生银行因为对泛海集团下面两家公司追债不成 就把卢志强告上了法庭 大概涉及的资金是70亿左右 当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卢志强被自己人追债了 卢志强是泛海的创始人 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民生银行的第六大股东 所以民生银行控告卢志强 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关联交易的问题 大家知道民生银行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民营股份子银行 那么动议是民营企业一帮大佬提出来的 其中也有卢志强 后来国务院批准了动议 那么谁牵头的全国工商联的主席金苏平 当时就为了避免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专门给了全国工商联30%的投票权 换句话来讲 金老手中是有一票否决权的 2000年民生银行上市 那么股东归位 一票对一股 全国工商联其实30%的投票权就没有了 民生银行的股东是非常分散的 原来的创始股东有59家 所以大部分的股东名义上持股都不超过5% 注意水皮说的是名义上 因为有的股东是通过不同的公司投资名义银行的 但是最多也不会超过10% 只有一家大家人寿 也就是以前的安邦 因为公共收购 而且市场上到现在为止还有16.5%的一个股份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由股东分散 所以董事会的斗争 就是中国所有上市公司里面都很少见的 曾经持股最大的刘永豪 就新希望的刘永豪 因为反对股东借款关联交易 被其他股东的联手助局选出了董事会 之后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 也经过了这种争斗 在下一届的董事会选举中间 刘永豪又回到了董事局 那么本身过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 本身就说明利益之争有多么的厉害 当然有斗争就会有妥协 否则也不会有一个董事会的平稳局面 但这种妥协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 明神银行的关联交易是大幅度增长 从12年的49亿 增长到了2022年的665亿 增幅是13% 所以我们看到到2022年上半年 它的前十大客户中间 很多都是股东 大家人寿是借了157亿左右 范海是借了212亿 建特就史玉柱那个建特是借了120亿左右 张宏伟的东方是借了80亿 所以难怪投资就质疑 明神银行究竟是民营企业的银行 还是民营股东的银行 因为毕竟为股东服务跟为民营企业服务 它不是一个概念 虽然这些股东也是民营企业 两者之间打好防火墙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说不能给股东贷款 而是说越是要给股东贷款 这种流程越要规范 安全措施越要做到位 换句话来讲越要强调风险 更要避免的利益输送 这个话呢 我们不光是针对民营银行讲的 也是对其他的股份子银行讲的 时至今 随着大股东贩害集团陷入困境 民营银行被拖累了一点点变成现实 也就是说企业的公司治理 一直在路上 尤其是金融机构就更是如此 风险风险风险 我们强调一下 风险对于金融机构是至关重要的 我就是说企业了